大陆一年有406万人确诊癌症,劝告,四种食物,再爱吃也要管住嘴,随着生活条件变好,现在家家户户的餐桌上几乎顿顿有肉,不过肉吃多了,除了会长胖,还可能会带来肥胖和三高等疾病。 于是就出现了一种说法称,如今我国癌症高发,都是因为吃太多猪肉引起的。这种说法到底有没有依据? 一,中国癌症高发,是猪肉吃多了,相信不少人在日常无肉不欢,一顿饭没有肉就觉得吃得不香,国人到底有多爱吃肉? 先来看一组数据,2020年全球猪肉供应量10万4815000吨,我国供应量为37850000吨,全球猪肉消费量93428000吨,我国消费量为37750000吨。 也就是说,我国消耗了世界范围内的近一半猪肉。 而早在2015年,世界卫生组织旗下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就将红肉列为了2A类致癌物。 于是就有说法称,我国癌症高发都是因为猪肉吃太多。 猪肉是红肉的一种。 而红肉会致癌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? 首先要了解红肉到底是什么肉。 肉类根据生肉的颜色可划分为红肉和白肉。 常见的红肉主要是猪、牛、羊等哺乳动物的肉。 而白肉常见的有鱼、虾、鸡、鸭等非哺乳动物的肉。 如此看来,吃猪肉可能会导致癌症看似是成立的。 但事实上却经不起推敲。 所谓2A类致癌物,其实是在动物实验身上有明确致癌作用。 对人类致癌作用尚不明确的物质。 而且癌症的发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。 并不能归咎于单一因素。 那红肉还能吃吗?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营养科叶燕斌副教授表示。 2A类致癌物是指可能对人类有致癌作用的物质。 但证据不足。 红肉内有丰富的蛋白质、铁、鲜、维生素等人体必须的营养元素。 不能因为害怕摄入红肉会增加致癌风险就因噎费食。 大家真正应该做的是保证膳食均衡。 适量摄入红肉,而不是盲目不吃。 不过关于猪肉,这三个部位确实要少吃。 那就是猪的肾上腺、小腰子、甲状腺、粒子肉和病变淋巴结、花子肉。 这三个猪的部位是分泌激素、病原微生物等有害物质的藏身之处,带有较大的健康风险。 因此,那些带有三线的猪肉部位,千万不要买。 二、研究发现,爱吃肉的老年人寿命会更长。 不少老年人认为,年纪大了就应该少吃肉多吃素。 毕竟千斤难买老来寿,但这种观点并不恰当。 肉类内有丰富的蛋白质,老年人长期不吃肉,容易导致身体蛋白质摄入不足,继而让肌肉质量下降,影响骨骼健康。 长时间会导致身体的平衡力下降,让老年人更容易摔倒,患上肌哨症等。 心脏衰竭和世界急性心理衰竭大会上公布的一项涉及11个国家的联合调查研究显示,相较于吃素较多的老年人,经常吃肉蛋等较高蛋白质的老年人患癌风险更低,更长瘦。 具体来看,每日蛋白质摄入大于等于40克的老年人,死亡率仅为18%,摄入40克的,死亡率则高达31%,不过关于红肉还是尽量少吃。 老年人补充优质蛋白质,可以适当地多吃白肉。 比如,以下这两种白肉。 鱼肉,鱼肉的脂肪含很低,且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,维生素D、C等元素。 经常摄入鱼肉可让身体补充充足蛋白质,对于预防心脑血管疾病,降低胆固醇均有好处。 肌肉,肌肉的蛋白质含量在16%到20%左右,且不饱和脂肪酸含量较多。 肌肉,脂肪含量低,对于补充蛋白质很有好处。 3.藏在餐桌上的四大一级致癌物,尽早撤下。 根据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最新中国癌症报告数据显示, 我国2016年心发癌症406.4万,死亡241.35万。 换算一下,每天平均有一万多人确诊癌症,每七分钟就有一人确诊。 比起猪肉,这些隐藏在身边的餐桌上的一级致癌物才是要赶紧撤下。 1.加工肉。生活中常见的火腿、香肠、培根等食物均是加工肉。 这类肉被世卫组织列为了一类致癌物,即明确对人类有致癌作用的物质。 长期摄入大量的加工肉会导致体内压硝酸盐含量过剩, 而压硝酸盐进入体内后会与蛋白质结合生成压硝案。 压硝案是明确的致癌物,会增加身体的患癌风险。 建议日常摄入加工肉要控制量,保持每日50克以下或不吃。 2.中式咸鱼。咸鱼也是一类致癌物。 因其在加工过程中会大量添加盐分,进而产生压硝酸盐。 压硝酸盐进入体内会转换成压硝案,增加身体的患癌风险。 3.煤变食物。煤变的食物内很可能会有黄躯酶素存在。 黄躯酶素具有很强的毒性和致癌作用。 进入体内会诱发肝脏功能损伤,乃至肝癌发生。 4.烧烤、油炸食物。 食物在烧烤、油炸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本病皮。 本病皮是明确的一类致癌物。 且脂肪在高温下也会裂结产生大量自由基。 长期摄入大量的烧烤,可能会导致身体的患癌风险增加。 红肉的确是2A类致癌物,但这并不代表吃肉一定会致癌。 日常只需要控制摄入的量。 不仅不会致癌,还对健康有好处。 重要的是要把握好度。 我的� spawn下很久。 快点捞。